我们就可以移过去 好来 第二种做法 如果今天我们是处理这个题目 同样这个题目 一样是停在这边 可以停在这边之后 如果我选择做第二种的做法的话 我们会直接去做B平方-4s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停在这边的时候 A是1 B是-6 C是3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去做B平方-4s 的时候我们会有-6的平方-4x1 再乘上3 -6的平方是36 4×3是12 所以这边算出来是24 然后眼尖的同学其实会发现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24 他其实就是这里的24 一起的 他其实就是根号里面的B平方-4s 一模一样的东西 都是根号 都是根号B平方-4s出来的数字 也就讲他们其实都是24 第二种做法 做到这里就停了 做到这里就停了 做到这里之后我们下一步就会直接写 我们下一步就会直接写 因为 B平方-4s大于0 然后后面就借这句话 等来Cast the curve 差别是什么 左手边浅蓝色的写法 浅蓝色的写法是 我确确实实的去把曲线跟直线的焦点 两个都找出来 第一个是3加更号6 6加更号6 第二个点是3-更号6 6-更号6 我把两个点都找出来 然后我去讲 他有两个焦点 所以他Cast the curve 这是第一种做法的解释 第二种做法 绿色的部分的写法是 我们去把B平方-4s计算出来 当我今天把B平方-4s计算出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这个题目一定有两个解 这个题目只要有两个解 我就可以直接说明the light cast the curve 我不需要真的去把这两个点的坐标找出来 哎 为什么不用 因为题目没有讲要啊 题目没有告诉我们 要求我们把这两个点的坐标找出来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需要哦 我们是不需要去把点两个点 第一个点找出来 第二个点找出来是不用 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这是跟大家讲的差别 然后我写到有点乱 所以我们简单再讲一次的话 就是这一步是大家都会写的 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 这一步大家都写了 接蓝色的 再接深蓝色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做法是 深蓝色还是要写 接绿色 再回头写这一句 这个就是两种做法 不同的差别哦 然后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浅蓝色的比较冗长 是因为我们要解 解数字出来 再加上这一题的数字 是故意设计成有根号 所以做起来会比较麻烦 所以大家就会感觉 好像做第二个比较好 可是因为 这题目是因为设计过才会涨价 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偏第一种解法多一点点 反正我做到这边了 就很多人继续做下去把点找出来 当然这是建立在点找得到的情况 点找得到当然可以这样玩 就是你可以把 你可以选择做找点出来 你可以选择做比平方-4SC 回家去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题目是 y等于x平方加1跟y等于1 所以第二题如果我们做类似的事情 该随我们去做类似的事情 二代录1或者直接写1等于2 我们会有x平方加1等于1 所以下一步就会是x平方等于0 这时候我们同样像上一题那样 这一题会节点在这边 然后分成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把点找出来的 我们如果x平方等于0的话 我们会有x等于0 代表这一题只有一个焦点 所以当x等于0的话 我们y等于1 因为题目已经写了 y等于1 所以它的poi会是01 poi是01 代表曲线跟直线都只有一个焦点 可以只有一个焦点 就是它的曲线大概是长这样 曲线是这样 然后它的线这样切过去 它只有一个焦点 当它只有一个焦点的时候 我们结论的时候就不是写cut 因为它是一个焦点 所以一个焦点我们在数学上的名词是 就是touch碰到 碰到 可以直线碰到曲线 所以touches 这是第二题 如果今天我在这里不要用浅蓝色的 我想要做判别式的话 另外一种做法就会是 是x平方等于0吗 所以它的a等于1 b等于0 c等于0 所以它的b平方-4s 我们带进去就会有0的平方-4e 再乘上0 所以0-0答案是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 因为b平方-4s c等于0 然后一样 所以接这个 所以今天不管你选择做浅蓝色也好 或者做绿色也好 我会得到的结果都相同 就是它只会有一个焦点 我会差别在于浅蓝色是 就是确确实实有把焦汇的点找出来 可以我把焦点找出来 然后绿色是我不考虑焦点 因为我不需要知道焦点是什么 我要知道的事情是 它到底跟它有几个焦点 大于0就是两个 两个就是cast 等于0就是一个 等于0就是一个 然后我们讲touch ok 然后这里我们所谓的一个 讨论的事情其实很明确的 就是它一定是这样子碰到它的 这样子 这样子或者这样子碰到它的就对了 如果今天有个曲线长这样 然后你跟我讲有一条直线过来 它也是一个焦点 像这样子算touch 像这样我们不叫touch 我们不特别讨论这样子的类型 所以不要特别来问我讲这个是 这个的话是讲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们不讨论这个 它是一个焦点 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当做touch touch的话是像这样子的 可以像这样子碰到它的一个点的 ok啊好 当科技要问东西 小过0的话要写什么 小过0是C小题 小过0是C小题 我3题都写给你们 让你们至少 可以可以知道各种情况是长什么样 等下我们写C小题的时候就会知道 ok啊 所以A小题是两个焦点吗 所以Cast哦 先check过去那个曲线 两个焦点 b小题是碰到的 所以touch哦 b小题你会感觉写哪个都不会很很冗长 对吗就不像地底 地底是故意设计成有根号 我也可以设计没有根号 你直接很快速就可以找到 两个焦点分别是什么 可是其实这种类型的题目 它写Describe 其实本来就没有让你找焦点了 你的目标很明确嘛 我就是要知道直线跟局线的关系 所以我们找到关系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 找到它最重要 ok啊 跳下题 可以来死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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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一起做啊 y等于x平方加2x加4跟y等于1 所以它也是设计程式直接做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写1等于2 我们会有x平方加2x加4等于1 所以x平方加2x加3等于0 x平方加2x加3是不可以交叉成的 它是一个让你感觉做的到其实做不到的 你看这题目的时候你会感觉应该是可以交叉成的 2跟3应该是可以其实是做不到的 它不可以交叉成的 然后我们判断它不可以交叉成的方法 其实之前有讲过我们是用b平方-4s 同样的一个代数 可是因为我们会按计算机 这样我们来按下计算机 计算机 计算机的话 我们按3次mode 然后选degree 这次是2次方所以选2 x平方的c数是1 x的c数是2 长数是3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计算机呈现-1 x1的答案叫-1 可是它的右上角是有这个的 右上角是有这个R 双向等于 双向箭头 双向箭头 双向箭头I 所以这个R双向箭头I 表达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叙数 所以这题是没有办法交叉 也没有办法解 所以这题C小题就不像AB小题那样 我们有办法去做浅蓝色的步骤 因为浅蓝色的步骤是把焦点找出来 这题是没有焦点的 找不到 所以它没有焦点 所以当它是没有焦点的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质上只能做绿色的 只能做绿色的 所以我们就去做比平方-4s 所以这题的B是2 然后A是1 C是3 所以2的平方 减掉4乘1乘3 2的平方是4 4-12 所以这边是-8 所以当你算到-8 其实这题就是无解 找不到X 可以找不到X 这时候我们就会写因为 比平方-4s 小于0 可以还是小于0的 2个焦点我们叫Cut 1个焦点我们叫Touch 没有焦点我们会写The Line Does Not Meet The Curve 代表这条直线是没有碰到这条曲线的 图大概长这样乱画的 只是要跟你表达它没有焦点 所以ABC小题都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三种类型的英文名词 Cut Touch 跟Does Not Meet 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 在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要很明确的知道 它们之间的情况 像A小题 因为它本身存在两个焦点 所以你使用浅蓝色的写法 把焦点找出来这件事情 本身不会有遇到问题 因为你真的可以找到 虽然那数字很恶心啊 就3加更好3 6加更好3 数字很恶心 可是实际上你找到两个焦点了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讲它们是Cut的 OK 但其实我们第一题直接用冰房-4SC 判断出它是大于0的 其实是比较快的 讲实话 K是比较快的 然后B小题也是类似 我们可以透过找点出来 或者是直接写冰房-4SC 只有C小题不可以 只有C小题不可以 因为C小题没有告诉没有焦点的 没有焦点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解这个题目的时候 比较重要概念 就是今天如果有焦点 这两个题目本身就有焦点了 这样OK啦 我把焦点找出来告诉你焦点在这边 所以它两个焦点 C小题不是这样 C小题不是 C小题是一个没有焦点的题目 你没有办法透过我来告诉题目 我找不到它的焦点 所以它没有焦点 不能这样了 所以C小题的写法就是必须限定大家只用 绿色来解 概念是这样 可以C小题是这样子 就是你如果有 你当然可以拿出来跟别人讲 有哦 没有的话你是不可以讲 我找不到所以没有 可以不可以这样 这是C小题 所以我们ABC都解决了 当然 如果今天题目本身有要求你找焦点的话 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本身 如果题目本身有叫你找焦点的话 这样你在解题的时候 就是乖乖把焦点找出来就对了 OK 就是乖乖把焦点找出来就对了 OK 这是C小题 来我们看第9 好 Digio Find 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s of intersection of the curves Y等于2X平方跟Y平方等于4X 这题是他给你两个曲线哦 一个是Y等于2X平方 另外是Y平方等于4X 可以两个曲线 它要求你找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s 所以它要求你找到东西是桌表 会跟刚才的第七题很像 要你找桌表出来 所以等一下找到答案会有X有Y哦 这两个数字啊 坐标啊 OK Points of intersection Points of intersection 就是之前讲过的焦点哦 焦点啊 POI OK 然后这题他没有隐瞒啊 他直接跟你讲Points哦 就是他一定有两个 或以上 两个啦 两个吧 就这样 前半部分是要求你找焦点 后半部分是Deduce the length of common code Deduce是指 Determine的意思 跟判断很像 跟判断很像 可以把它当判断 可是这里其实我们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的 英文甚至应该是Find 找 OK Lam是长度哦 Common是共同的 Code是Code Code Code是Code 本来哦 本来Code这个字的意思是 圆里面 圆周到圆周的线 就叫做Code OK 不是本来Code的意思啊 可是这里我们会推广到曲线 也就讲在曲线里面 假设曲线长这样 这样这个也是Code 这个也是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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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是边 他只要是在曲线里面 从边到边的就可以算了 随便的一个点 在里面的话 你不要打外面啊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也是Code 这不是哈 我们讲的是直线吗 Code是直线 所以这里要表达的声音 是这样子的线都是Code CommonCode 就是指 CommonCode 就是指今天有一条曲线长这样 在这个曲线里面 一定有很多Code 你知道画出来都是吗 然后突然间要跑出另外一个曲线 是这样的 两个曲线 然后找到两个曲线之后 题目问你 他的CommonCode在哪里 有哪一个Code是第一条线有 第二条线也有了 你就可以发现他的Code在这边 现在我画的这个黑色Code就是两个 可以两个曲线都有的 都有的Code 这个Code他在第一个曲线是合理的 在第二个曲线也是合理的 可是你也只有办法找到这一个Code 没有办法找到其他了 一条线 就这一条线 就这一条线可以找到 他们两个共同的Code 所以我们这题第一个做法 是要先去把焦点找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去把Y等于2X平方 和Y平方等于4X两个 可以两条线的焦点先找出来 可以两条线先去解焦点 你解到一半会遇到问题的 所以我等你一下子就可以解了 但你能够解决一下 就去把Y平方向上去 这一条线先去解决 你维在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先去解决 那么我看起来 你接着在这一条线 现在我把Y平方向上去解决 准备一般的 不过那些的 在这一条线先去解决 不过这些线先去解决 你不过这些大线先去解决 中的我可以不过 好比例 好不过这些整体的 我不是不过 这里 我没想到我 可不过的 这一条线先去解决 把1带入2啊 我们就可以有1是y等于2x平方吗 所以2其实本来是y平方等于4x 可是因为你要把1带进去 所以y一整个东西会变成2x平方 会变成这样 平方分进去 我们就会有4x平方等于4x4次方等于4x 然后这边就是数学概念交汇的点 这个地方停在这边就会是数学概念交汇的点 我们会把4约掉 事实上4也可以约掉 两边都有4吗 所以两边一起除4 4就不见了 但是不可以约减x 为什么4可以约减x不可以约减呢 因为我们在约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规则是要遵守的 规则就是你约减的东西不能是0 你约减的东西其实不能是0 也就是讲哦 4可以约掉是因为我们知道4不是0 4肯定不是0 所以还一定可以约减 但是x可以不可以约减 x在这里不能约减 因为x有可能是0 只要有可能是0的都不可以约减 因为约减的概念是除法 这边可以约减4很简单 因为左边除4右边除4 所以左边就可以把4约掉 右边就可以把4约掉 这是除法的概念 可是x不可以约掉是因为我不能在这边除x哦 因为x有可能是0 我们是没有办法除0的 OK我们是没有办法除0的 因为为什么 你今天如果这个除0 假设你今天拿100 100啊1万啊除0 就发生还出现max error OK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可以除0的 OK这个概念建立在除1的时候 对除1的时候老师就有跟你讲过 除0的时候是undefined 或者没有定义了 为什么除0是没有定义的呢 我们请除1数学学的还不错 同学来帮我们讲解一下哦 对 但是早有交过啦 除1数学 谁啊 啊成型 成型 成型为什么不能除0啊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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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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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就过了 明杰 明杰 谢谢哦 谢谢谢谢哦 谢谢哦 呃 自强 对不起 用5除0来看的话怎么行 没有东西成灵会等于我这解释还可以 他但不是我要的咧 不要紧 我们再问下一个哦 一会 对对对不是蛋糕那个我记得我讲过另外一个 嗨一会 一会三年前的债都是要还的 你一定没有想过三年后会遇到我 没有会想过这件事情 来 好没有事哦 谢谢你哦 一开麦就完了 你是指灵是不是 还有谁还有谁有交过 除1 剩下谁啊 好像有家瑜是哪家瑜 家瑜是不是 家瑜啊 家瑜 家瑜 年麦都不要开这摇头 我的天啊 哎呦 哦 李二的紫阳辉耶 奇怪 紫阳的数学老师应该 紫阳的数学老师应该是比你们会交啊 应该是啊 哎同学不能除0的 哎呃 没有东西成灵会等于5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是他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呃 我们来解释跟号也是这样吗 没有东西 互相成会等于-1吗 所以没有办法开跟号-1 5除0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6除2是3 6除2是3是因为我手上有6个东西 我分给2个人之后每个人拿3个 解决 5除0的意思是我手上有5个东西 我分给每个人0个 我可以分给无限多个人 因为我只要走过去跟他讲我分给你了 就是分给你了 因为都不用分给他吗 0吗 6个东西 分给每个人2个总共分给3个人之后会分完 因为2个给他 2个给他 2个给他分3次 5除0为什么会变成没有定义 我会直接解释成无限大了 因为我拿着5个东西 我永远都分不完我走过去跟他讲我分给你了 我就是分给你了 因为我分给他0个 我永远都分不完的 这样就无限大 这是除法的解释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除0 分5为0的时候是没有定义的 OK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边不能越减x 因为x有可能是0 我们要越减的东西必须肯定他不是0 4肯定不是0 好 这样这边不可以越减4的话 我们就会有x四方等于x 我们要把x盘去左边 会变这样 会变成 x四方减x等于0 然后我们抽取x 抽取x都会变成 x三次方减1等于0 所以x等于0 还有x三次方减1等于0 x的三次方减1等于0 我们下一步会写 x减1跟 x平方加x加1等于0 然后 x减1等于0 x等于1 x平方加x加1等于0 No solution x三次方减1这个东西在 综合除法的第2题 OK我们 第1个礼拜上课综合除法第2题就是x三次方减1 x三次方减1是可以拆解成x减1跟x平方加x加1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要把1搬去右边然后开三次方根 没有我们我们不接受 OK我们要用这个做法 所以把x三次方减1改写成x减1跟x平方加x加1 x减1会有x等于1这个答案 x平方加x加1我们会得到5解 因为他的平方减4x1小于0 所以找不到x 好这时候我们的答案就会是两个 第1个是0第2个是1 然后这题目 这题目是有很多陷阱的啦 我们做完之后再一起讲 你到目前为止会感觉都是被我拉出走的啦 就是你自己做可能不会做到这样的 都是我自己给你讲的地方要小心 所以你自己做的时候应该是 有机会做到错的那条路上 好所以我们找2个点 然后第1个点是x等于0 所以当x等于0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y等于0 因为你带第1诗跟带第2诗都一样 x等于0 我一定是0啊 没有任何考虑的点 再来是 x等于1 x等于1 老实就要提醒你了 你只可以带入第1诗 可以带第1诗 第1诗叫做y等于2x平方 当你把x等于1带进去之后 2乘上1的平方 2乘上1的平方 就是2 因为1的平方是1 所以2乘1是2 所以这里我们会有2个焦点 然后听不到要求我们找到焦点吗 所以第1个焦点就会是00 第2个焦点会是12 OK两个焦点 好了我们回头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带2 如果你先带2的话 第2诗叫做y等于4x 所以当你把1带进去里面 y等于4乘1 也就是4 这样你找y的时候会等于正负2 这样我哪正的还负2 还是我们两个都拿 你两个都拿就会是12跟1负2 可是我带第1诗只有12一个答案啊 没有1负2 这样就错哦 所以当你选择带第2诗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办法 其实你没有办法很肯定的知道到底哪个答案是对的 你也不可能随便的告诉我这个答案就不要 只要第1个 可是你今天选择带2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状况啊 该随便带1 带1没有平方的那个 啊你今天有的是x吗 x哦 他是1的时候取平方不会有问题哦找那个你要找y吗 y就不要有平方 所以第2诗的y有平方不要带第2诗带第1诗 对 然后 至于为什么会降值的理由我们后面讲到的地方再给你解释啊 现在讲的话对你来讲职讯量太大啊 如果你本来就知道会降值的话就 就不需要我解释吗 然后不知道同学不要紧的这东西不影响你 我现在只是提醒你要带第1诗 我们过后会讲到啊 啊有空的时候我会做一期视频跟大讲解 好 谢谢 是来问 我们两个答案不好啊一个是0一个是1啊 所以带x为0跟x为1而已啊 这都这都不要了吗所以两个答案呢 啊然后我们x为0带进去 你带第1诗跟带第2诗Y都是0啊 你带第1诗的话Y等于2乘0的平方0啊 你带第2诗的话Y平方等于4乘0它也还是0啊 所以x等于0这一项就没有限定说要带第1诗带第2诗 因为他是0所以讲的不会有问题哦 你开正负还是0 但是第2诗但是第2个答案的x等于1就只限定带第1诗就好了不要带第2诗 嗯 好所以我们找到的焦点是00跟122两个点 所以这个图里面的焦点就会是这两个 看你现在看到的图 所以我们随便让画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吗 所以一个点是00一个点是12 然后在题目最后要求是要你找 共同的弦的长度 所以我要找这条线的长度 当我今天有它的焦点的时候我只需要做距离公式 你这两个点找到的距离的长度就会是它的common code的长度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写level of common code 然后做距离公式就好 然后因为题目有很明确要求我们把长度找出来吗 可以好讲找长度出来吗 所以我们就要在最后的地方写上 单位呦units units而已 没有平方讲错 units而已 OK然后 呃 这第9题 OK 来我们把整个题目迅速再run多一次 就是 从头到尾的解释哦 首先题目要求我们找两条曲线之间的焦点 所以找到两条曲线之间的焦点 之后题目要求我们找它们common code的长度 所以这里的概念就是你找到的焦点 其实就是code的端点 然后把它们接起来 他们的线来呢 可以要找这条线的长度 只要是找长度就会跟距离公式有关 所以最后个步骤会用距离公式 OK啊 然后整个解题的过程里面会注意的 第1个最有机会犯错的地方就是越减x OK然后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越减x 你也不会感觉自己做错 真的 你看啊 你越减x的话代表你会少掉x和0那个答案 你只要越减x你就会少掉那个答案 OK 你少掉x和0这个答案 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做错 因为等下你带1的时候 如果你不小心带到第2次啊 你最找到正2跟负 你就会以为这两个点就是焦点 所以他的他的那个做错东西是连贯的 如果你一开始真的越减x了你就会少掉x等于0这个答案 当你少掉的时候你后面又刚好可以找到两个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做错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讲了 题目写point of intersection 所以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不是一个焦点 他一定是两个或以上 OK 所以这地方是会注意 需要知道的啦 然后带这个第2次也是一样的道理哦 你带了第2次你就会发现不对的这么有正负2我要怎样判断 你要怎样去说明负2是你不要的 没有吗 这样带第1次就好 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之后可能会遇到另外一种类型是你不管带第1跟带第2都会有两个答案的 那种题目就是本来就有两个答案 跟你带哪个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我带第1是一个答案我带第2是两个答案 所以我只能选择带第1是因为我没有我没有办法在做第2次的时候 去说明负2是不要的做不到这件事情 OK这个是第9题 然后最后记得他的common code 你你单看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容易的 可是里面是概念的 题目没有跟你讲common code的距离什么长度是什么 common code其实就是焦点的 连接 可是你在做完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当做你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已经解释过 这是最辛苦的地方 题目其实很多东西没有讲 他只要你找焦点 找焦点之后跟你讲共同的距离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你讲找焦点之间的距离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s of intersection 他不要 他就是要给你一个新的名词讲 还要你找 common code之间的 长度 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 你要能够理解 他找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该 你该在做的东西 他是连贯的 一开始可能很难也很辛苦 可能我现在讲了之后你下次面对这个题目你还是会卡住 可是真的要慢慢让自己 习惯 很多题目都是背后的问题 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个是common code的概念 然后还有两分钟 大家一定很期待 所以提到下个别傻了 来我们看1.3 笑屁 对你就会找两个答案 那种类型的题目天生就有两个答案 就不是讲我带哪一个就可以少叫他本来就是两个打鸟的 这个题目是我带第1是一个带第2是两个和事上是一个的吗 因为 如果两个的话我带两个他都要找到两个 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带两个他都会找到两个这样就带两个反正都是本来都会找到两个吗 OK这个是第9来我们继续 1.3 concurrent lines 笑我到底啊到底在笑吗 不是想睡觉吗 上一节课在打哈欠在在笑 是课药 到底是谁课药 我是这样的勒我没有管了我我问到初一的东西我就问我初一教过学生 我闻到初二教过学生 就那种被我教过的人皮绷紧一点啊 还是还是我每次问你们你们达不出的时候下学生都在笑哎呀老师出去都没有教好 我的天哪来1.3 concurrent lines concurrent line的意思是共点 所以这里表达共点指的是三条线 三条线交汇在同个点的时候我们讲他们是concurrent line 没有两条线啊 你懂吗两条线的是 poi 两条线的就会是 poi of intersection 三条线的叫concurrent 所以通常我们还会在前面加多一句话叫三线哦三线共点表达共点这件事 然后我们在前几天 哎不对昨天 讲过colinia colinia是共线 所以这colinia表达的事情是三个点 在同一条线上面 像这样 OK所以三点共线我们那时候教大家的解题方法是area等于零 那时候我们教大家是area等于零 现在我们面对的题目是三线共点 三线共点是三条线在同一个点上面 三点共线是三个点在同一条线上面 两个东西不一样的啊名字很像 concurrent跟colinia OK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讲这个 method of proving 好就这样 呃 要准备开始做一笔啊 虽然你不是全部题目都能做啊但是 大多数的题目应该都可以啊 应该出了第5题吧应该啦第第5第4第5吧 其他都可以做啊不要等了 呃 就这样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 不 rub私 please 小致 谢谢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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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致